今日话题特朗普朝美,正在协商第二次峰会,举办地点韩梅称,特朗普说的在一月或二月与金正恩再次会晤,有望很快实现,然而制裁问题依旧双方矛盾依然尖锐峰会能顺利举行吗?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白宫外接受采访时表示,正在与朝鲜就第二次峰会的举办地点进行协商目前,第二次朝美首老会谈候选地点还是未知数但值得一提的事。 特朗普善越说,三处候选地点均在飞行距离内分析认为,这可是为考虑到金正恩专机苍蝇一号的续航能力。 因此,很可能选择距离朝鲜相对较近的亚洲国家有分析认为,越南、印尼、蒙古国、美国夏日夷、半岛非军市区等地,是举行会谈的有力备选地点。 其中,越南被认为可能性最大据美媒报道。 目前,美国政府已向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派出先遣团队进行实地考察。 这一点也得到了韩国总统外交统一、安全特别助理文证人的证实本月二日。 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,说他收到了金正恩一封了不起的信, 并表示,可能与金正恩在不太遥远的将来,再次会晤韩梅称新年一史。 特朗普就峰会接连释放积极信号,或有意尽快兑现,在2019年1月或2月与金正恩再次举行会晤的程度。 不过,在旷遇持久的对朝制裁问题上,美国不契合就不接触制裁的立场依然不含糊。 对此,韩梅评论称,朝美在契合议题上的分歧,仍然尖锐想要成功举办峰会并不乐观。 那么,朝美之间的核心矛盾究竟在哪本月一日? 朝鲜最高领导人在其新年赫瓷中就契合作出不制造、不实验、不使用核武器的表态。 美联社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,金正恩这一连串表态,实际上是在暗示朝鲜有意冻结核项目。 纽约时报也认为金正恩的表态,与他在朝美领导人新加坡峰会上所做出的承诺,还要更进一步。 朝鲜进一步的让步有望促使双方尽快举行峰会吗? 更多解读请听今天的专家说。 今日嘉宾苏晓辉本台特约评论员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 Fridayints ,转发owantó退